上禮拜是在总统认命我的时候 他也已经给了我好几个要我表达的 要我对APEC的领袖表达的几个重点 我会遵照他的指示 对我来说这也是第六次接受到总统的任命 要我去参加APEC上礼拜吧 是在总统任命我的时候 他也已经给了我好几个要我表达的 要我对APEC的领袖表达的几个重点 我会遵照他的指示 会尽量尽力表达他要我表达的几点 这个其实那几点其实在上个礼拜的 总统府的新闻道里头也已经有了 那除此以外我也会有机会在现场跟一些领袖们 有非正式的或者是说是场面里头的有些意见交换 会交换意见 那我也会尽量利用这些机会跟他们交换意见 总之是希望是我们这次是第四年以来 第一次的面前面的会要 会我们会有些收获 请不回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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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